關於富豪肥陽 今天有新增加的兩位 境外流來的案例 分別對日本、韓國、美國流來的 關於亞民扣政的案例是 總共是5217的 以下美國在台前期間 美國總統川普 第三群萬提侯宣布 已已經扣政了富豪肥陽 對亞中央流行疫情自費中心的發言人 總英雄就說 川普參加相關的 金線發動的世界就沒有大作用 有可能會扣政的主要原因 跟日本東京本醫生骨兩百 都不認診斷血冷毒 香港平均性感染 直到9年3月中台湾國後 都根本地確診 他的核酸檢測的CT值三十五啦 所以算是蠻高的 就是在邊緣 那我們會認為他的確是在八月 可能是在八月底就已經 就已經開始有這個症狀 就是他是屬於發病比較久的一個 一個狀況 關於新增加日本 美國境外努力的問題 美國總統川普 美憲部 幾老幾個部長 每年都控制不可能 因為美國總統 台湘在東邊的事件 川普無論是在千年措施法徒 來參加兩億千個評論會 大部分事件都沒有帶著 對這指揮中心 發言人眾議相 沒多幾十回 吃了幾回 做非先告有經過 帶著來嗎 將核酸不可能 是最有好的辦法 推翻了之後 直進了COVAX 無論被批准疫苗全Q期的 機制簽證 不過憲憲認為川普 國際影響台灣納豆 疫苗改實驗 總理上飛行 美國總統 除了疫苗措施 沒有沒關係 無論人向台灣納豆 疫苗改修昌 這對民國改風 制政策的空調 無論被川普口 進做挑戰 學新聞理馬君 簽證台北報導